看着血迹斑斑的二哥 我心想 应该是要先帮他脱掉上衣 检查伤口 我自己来 二哥 你别逞强了 我就是帮你上药 又不会占你便宜 话音刚落 我就看到二哥毛子里 透露出来的那股冷漠 我有洁癖 二哥 有洁癖也得分时候 你现在都虚弱成 他挺直腰板 故意与我保持距离 我这才知道 二哥果真有洁癖 我原以为 早在我叫二哥开始 他就不会介意我碰他 可现在的二哥 却陌生到令我害怕 云儿 怕我 啊 不是 只是刚刚的二哥 让我觉得陌生 所以才怕 我不会伤你 嗯 给我拿件干净的衣服 我已经通知助理带过来了 二哥可以 赵云佑 我只信你和原药 二哥 我知道了 二哥起身 很熟练地打开医药包 二哥 你每一次受伤 都是自己处理吗 嗯 是因为洁癖 嗯 二哥 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还会受伤 我在刀口上 受伤是常识 那些死事是 云儿 知道的越少越好 二哥 这么多伤口 会感觉疼吗 从未 看着二哥如此冷静 我竟忍不住 联想起自己 残破不堪的身体 而落泪 云儿 你怎么了 我只是在想 二哥受了这么多伤 身体不疼的话 心还疼吗 二哥疑惑地看了看我 我的心 曾经很疼 我想 可能是因为心里的伤疤太多了 所以 也想学二哥 不再怕疼 不爱就不能 我准备开车去赴约 和墨园帘 去找父母 我把车开出车库 突然一道人人闪现 温如烟 竟然是温如烟 温如烟竟然像一个孩子一样 一辆救护车突然驶来 将疯癫毁容的温如烟 抓上了车 这是怎么回事 石总 聊聊 或许 我能讲清楚前因后果 我回头看去 此人正是夜晚 说吧 怎么回事 温如烟的样子 你也看到了 上次 她的确形式鲁莽 不过 她精神状态很差 肯定是一时受了什么刺激 才那样做的 你想我原谅她 我没那么得分矜持 更知道 顾先生不会放过她 我只是希望 你能看在叶家的一点薄面上 给她一个善终 你说的善终是什么 如烟的精神状况出了点问题 顾先生 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你能不能帮我向顾先生求求情 让我带走她 没想到 夜晚会亲自跑到吴城求情 温如烟 这女人排面挺大的呀 你和温如烟什么关系 我和她 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答应了一个朋友 救她 你朋友又是谁 你可能认识她 她 也叫石生